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继续为您带来以哈战事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军方称 他们在加沙地带发现了哈马斯领导人使用的地下隧道网络 包括被指策划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主谋藏身处 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 以军12月20日分享的视频显示 一个庞大的地道网络连接着恐怖分子的藏身处 办事处和属于哈马斯高级领导层的住宅公寓 以军发言人勒纳说 这些地道是以色列士兵们近日在控制加沙城市中心时发现的 他说 在加沙市的巴勒斯坦广场附近的地下隧道 被哈马斯高级官员 包括辛瓦尔 哈尼亚和哈马斯卡桑旅指挥官 德伊夫等人利用来指挥他们的行动 辛瓦尔是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 他和德伊夫被指是策划了10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幕后黑手 根据以军公布的图片 这些地道可通过螺旋楼梯和电梯前往地下20米处 并配有电力水管监控摄像头和重型防暴门 以军指挥哈马斯故意将隧道和其他军事基础设施设在平民之中 并将平民用作人盾哈马斯否认指控 自伊哈冲突爆发以来造成超过2万名巴勒斯坦人身亡 死者多数为妇孺 加上230万人口大多数被迫逃离家园 德国联邦检察官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 四名涉嫌在欧洲领土上策划恐怖袭击的哈马斯成员 已被德国和荷兰当局逮捕 检察官说三人在德国被捕一人在荷兰被捕 涉嫌策划袭击欧洲的犹太机构 哈马斯被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列为恐怖组织 检察官说在德国被捕的三日中 两人是黎巴嫩国民一人是埃及国民 在荷兰被捕的人被描述为荷兰国民 检察官盖出了被捕人员的名字 但根据德国隐私法没有透露嫌人的姓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没有透露这些人的名字 这一消息传出之际 丹麦和荷兰逮捕了另外四名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人 尽管丹麦情报局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这些案件与逮捕伊斯·哈马斯成员没有直接联系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瑟对于哈马斯有关的逮捕消息 作出反应 感谢德国和荷兰警察当局 称这表明我们的安全当局非常警惕 并始终如一的采取行动 保护犹太人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使用一切宪法手段来对付那些 威胁犹太人生命和以色列国存在的人 费瑟说德国司法部长马尔科·布什麦 也感谢当局的成功调查 该调查有助于确保欧洲的犹太人 能够继续安全与和平的生活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人民发动可怕袭击之后 最近指楼我国对犹太人和犹太机构的袭击也有所增加 这是可耻和令人震惊的 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 确保我国的犹太人不必再担心他们的安全 我们的安全和执法机构正在全力以赴的实现这一目标 布什麦说 此前欧盟内政事务专员警告说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加剧了欧洲社会的两极分化 叶尔瓦·约翰逊告诉记者 在这个假期期间 这种分歧正在欧盟造成恐怖袭击的巨大风险 为了应对这种风险 约翰逊宣布 他将拨款32万美元 用于在假期期间保护礼拜场所等公共场所 据称与哈马斯有关的逮捕消息传出之际 丹麦和荷兰逮捕了另外四名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人 然而丹麦情报局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这些案件与德国和荷兰当局逮捕疑似哈马斯成员 没有直接联系 丹麦情报局发言人 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丹麦逮捕的恐怖主义分子 与在德国被捕的哈马斯附属人员的案件之间 没有直接联系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 在布鲁塞尔接受丹麦广播公司TVR采访时称 这一事件非常的严重 有些住在丹麦的人不希望我们一切顺利 谁反对丹麦社会和我们所相信的一切 幸福民主自由平等 他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周三呼吁其他国家劝降哈马斯 令我震惊的是 即使我们再次听到许多国家 敦促结束这场 我们都希望看到的冲突 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人说 哈马斯停止躲在平民身后 放下武器投降 如果哈马斯这样做 战争明天就结束了 如果哈马斯这样做了 战争一个半月前就结束了 布林肯周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布林肯接着说 怎么可能不对侵略者提出要求 而只对受害者提出要求 布林肯发表强烈评论之际 联合国安领会继续就一项决议进行谈判 该决议呼吁暂停战斗 并鼓励向陷入困境的加沙地带 提供更多的人道主援助 而美国对该决议的支持 仍未得到解决 大量的白左只看到所谓的人道主义危机 却看不到以色列松一口气 就是灭国之祸呀 以色列要是真挡不住被灭了 估计这波人也只会说活该之类的吧 面对哈马斯恐怖袭击 以色列有权自卫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 大量白左缠夹不清 也是世界奇观的 周三 以色列军方与伊朗支持的 珍珠党武装分子在黎巴嫩 以色列边境进行了新的交火 珍珠党表示 他用地对空导弹 瞄准以色列军用直升机 并对边境沿线的其他几个地点 发动袭击 包括基里亚特 石墨纳镇附近的马尔加利奥特 以色列军方表示大炮和坦克 袭击了黎巴嫩的几个地点 以应对来袭的火力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说 当以色列军队向黎巴嫩边境城镇 基拉村开火时 一名男子被打死 我们不会回到之前的样子 以色列总参谋长赫尔兹哈勒维 在访问边境地区时说 这句话表明 以色列仍然专注于他认为 需要在该国北部和南部重建威慑力 珍重党要下场 美国也要下场了 介于当前的中东局势 我们要看哈马斯 毫无夸张的说 哈马斯的命运 已经写在了星辰大海之间 近日 以色列国防军传来的消息 震撼了整个中东地区 哈马斯贾布利亚营 成百上千的恐怖分子 竟然集体投降 而哈马斯的大本营 也如镜花水月般溃不成军 落入以色列国防军的手中 不久前 加沙地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哈马斯与以色列冲突远于烈 然而就在12月9日 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 哈马斯的恐怖分子开始纷纷投降 数百人成群结队的 向以色列军队投降 这一幕堪比电影情节 这些哈马斯恐怖分子 在于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行动中 被装甲和机械化步兵部队包围后 选择了投降 这是哈马斯治理体系崩溃的明显迹象 更令人震惊的是 据报道 哈马斯的领导人 辛瓦尔已经逃离加沙北部 现在躲在南部 还有尼斯的地道内 辛瓦尔的逃离并不出人意料 因为以色列国防军在进攻加沙北部 西法院之前数天的维而不攻 给了辛瓦尔足够的机会逃离 然而这位哈马斯的头目知道 即使躲在地下 他也难以逃脱 以色列的追捕 加上更多的哈马斯恐怖分子投降 哈马斯的统治正在崩溃 加沙人也开始勇敢的控诉 哈马斯盗窃国际援助 这种情况对哈马斯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们再也不再是加沙人心目中的威胁 找到并击毙辛瓦尔 将不仅是以色列的胜利 也会大大提前这场战争的结束时间 图片与此同时啊 让人瞩目的是 美国在此时紧急决定 向以色列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拜登政府动用紧急权力 绕过国会批准 允许立即向以色列 出售超过1.06亿美元的 120毫米坦克炮弹 这是美国上周五 宣布的总值5亿美元的 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这次紧急转售的14000发坦克炮弹的价值 超过1.06亿美元 显示了美国对以色列坚定的支持 图片 这一举措啊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有人认为 这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明确支持 也有人认为 这是拜登政府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而采取的举措 毫无疑问 美国的军事援助啊 让以色列在拥有充足弹药的情况下 有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结束这场冲突 然而 这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声音 特别是与乌克兰的情况相比 美国援助以色列的速度和规模 是否合理 如果乌克兰能得到一半的支持 那么 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啊 可能会完全不同 这引发人们对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权衡利弊的讨论 以及对拜登政府是否应该更积极的斡旋 解决中东冲突的质疑 美国援助以色列的紧急性啊 也与以色列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来自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有关 以色列总理列塔尼亚胡曾表示 加沙南部哈温尼斯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周之久 但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态度明显有所变化 拜登政府敦促以色列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 这一立场与以往有所不同 口气也更为严厉 这种态度变化不仅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还引发了美国内部政治的争议 很明显 拜登政府如此紧急的向以色列提供援助 背后显然有深刻的政治考量 这一决策不仅影响了中东局势 也牵扯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因素 我们不能忽视国际环境的变化 随着哈马斯的崩溃 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意识到失去中东的影响力 将对其国际地位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因此紧急支援以色列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此外美国也需要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关系 以保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力 这一援助决策也受到国内外政治压力的影响 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冲突的关注度不断的上升 对以色列的行动提出了质疑 拜登政府受到国内民意的压力 有人呼吁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进行限制 在国内政治领域这一决策也受到了两党的压力 拜登政府需要维护其在国内的政治基础 同时避免与共和党陷入更深的对抗 这次汉马斯的集体投降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事件 不仅改变了中东局势 也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和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 如何处理这一局势 将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 对于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平具有重要意义